喔 它是桂圓甜湯耶 哇 它還有一顆是紫色的元宵耶 這喝不到它的湯 喔 真的超讚 超讚 喔 桂圓味很明顯 欸 我覺得它的湯圓 冰的比熱的還好吃耶 我來吃吃看那個芋頭 這兩碗差在那個芋頭 它的芋頭是有三種層次 一個是芋泥 然後它也有芋灌 然後吃起來還是綿膩帶有咀嚼感 啊啊啊 呦呼 啊啞啊啞 咕哩咕哩 啊啊啊啊 耶 我們今天來到永康 永康呢 我們會邀請個特別來賓 這個特別來賓呢 就是說 欸 今天冬天將至 台南終於變冷了 所以推薦我又一間甜湯 好啦 我們掌聲歡迎我的朱正軒議員 耶 好久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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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你剛剛說你台南變冷了 你穿這樣很沒有說服力耶 欸 什麼台南變冷了 真的呢 我不愛吃 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有有 欸 為什麼今天要介紹這間店啊 啊就我跟你說 冬天到了 我會想到 到時候 我們現在立東剛過嘛 到時候冬日到了 大家要狂吃湯圓 狂吃湯圓一定要把好的湯圓 介紹給我們台南的鄉親朋友 那這間是你常吃的是不是 喔對啊 我喜歡吃這間 而且我之前有時候在做公益活動的時候 他們也會幫忙 喔真的喔 對 幫忙出一些這個甜湯圓 然後讓我帶到現場 喔 所以我就跟老闆有 GAME啦 有GAME 這樣會做愛心 但是欸 有夠做公益是做公益啊 那不好吃我們還是 講實話啊 輝哥 你的舌頭好不好 這是你的品牌 好好好 好 那我們再去試試看吧 好來 走走走走 好 好 好 我們都到齊了 喔 它是桂圓甜湯耶 它還有一個是紫色的元宵耶 要喝掉它的湯 喔 真的超讚 超正 喔 桂圓味很甜 這個 東出來的食物都要經得過愛示輝的考驗喔 喔 拍到嗎 喔 這是芝麻的耶 我覺得它的甜湯還不錯啦 可是這邊有個缺點 座位太少 我們沒有say喔 現在這個客人真的不是我們請的路人嘉義秘 這個生意就好了 今天這樣 吃一條 蠻好吃的耶 來 喝一下這是什麼 感覺好像奶茶 喔 這是奶茶 奶茶也不錯 它那個手工湯圓蠻好吃的耶 沒有 這其實你就不用跑到市區吃XX欸 好嗎 揮哥這句話是要下標題的耶 這句話是要下標題的耶 因為其實這種手工湯越來越少啦 你吃吃看 它口感真的很好 而且不會就是飲放久 然後整個就會那種 糊掉的感覺 對 它是很紮實的 但是咬下去又很軟 很軟Q 很奇怪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可是這種店啊 通常我不會自己進來 欸 我沒有 你會覺得它有很像 那種網美店之類的 這種太乾淨的烏飯啊 不會想像 你太乾淨 你這東西是在鵝肉 拿出來拿出來 因為台南的東西要好吃 就有三大要點 老闆脾氣要不好啊 啊環境要很髒啊 那是一級戰區 一級戰區有這個問題 我們家沒有這個問題 英國比較沒有的 可能永康競爭比較大 對對 高度競爭這樣 沒有光光客啊 這回到我們政策面 我們完全沒有sell 我剛剛突然問你這些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緊張 我不知道你今天會問這個 我想說你這個有可能撿進去嗎 對啊 欸 剛剛齁 其實這個都是有一個牛奶 然後讓你這樣自己倒下去 欸 它植蜜很香耶 而且煮的剛剛好 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割牙這樣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它這樣很豐富耶 很紮實啊 欸 我覺得它的湯圓 冰的比熱的還好吃耶 我來吃吃看那個芋頭 這兩碗插在那個芋頭 哦 它的芋頭是有三種層 一個是玉泥 然後它也有芋塊 然後吃起來還是綿芋帶有咀嚼感 然後我撿太快了 太厲害了吧 很好吃耶 我的天啊 而且喔 它這個湯喔 應該怎麼放在外面 直球對決 它裡面放多少料 你看著一清二清 對 那你後來自己倒下去 就不會被藏住的感覺 你看 你不是說你常吃嗎 結果講得好像你第一次吃到的感覺 沒有 我第一次跟慧哥吃就很新奇 好啦 那我們這邊吃一吃 我們帶你去後面做個總結吧 字幕包餅 好 那我們吃完了 今天這樣設四碗你覺得印象是哪一間 我覺得他紫米很強 然後還有他元宵啊 元宵咬下去 他的元宵也超強的 好香喔 還有那個湯永 我覺得 他雖然不是我第一名 但是如果以永康來說 真的是可以就近吃到不錯口感 這間的口味我覺得是有機會 可以拿壁比甘的 壁比甘 是有吃一號的 而且店內用餐玩性其實很棒 對 氣氛其實很好 究竟可以吃到這麼好吃的我就覺得 你要問我說我今天如果在永康 我要找到第二間這種手工湯圓 如果有的話大家介紹一下有沒有 如果有永康喔 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給我們知道 好不好 蛤 還有什麼推薦的永康的甜品嗎 還是永康的美食 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給我們知道 好 最後有喜歡的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開啟 蛤 小鈴鐺 剉嘴 嘴 我就想說我們兩個要加完整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要帶大家來體驗這支傳統男士純利法 你看她臉洗頭就洗頭享受的享受 那一組點怎麼可以牽走到什麼地步啊 那這間傳統男士純利法 就位於台南永康大灣路的小龍內 你擁槍呀呀 今天我們就在這邊找老闆娘阿花 洗頭髮清爽一下 你看連吃個東西都能掉在身上 實在是有固醇啊 另外除了來這邊體驗座的洗頭之外呢 因为这边是传统礼法 所以是趴着洗头的 不过以阿华的技术来说 服务绝对是最棒的 哦 那这边不只有礼法和洗头 还有以上这些服务 我们今天也顺便来做一下修容 把那些藏污那给我清理一下 你看这每一处的细节 阿华都把它修整得干干净净的 统统都不给它放过 珍珠脸修得像亮晶晶的 再加上赛子 会本身有点耳包 所以就顺便弄挖耳朵清洁一下 不得不说阿华真的是亲耳多结的天后 功夫有够赞 注意看他的表情 有多么讨厌 就多想笑